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对电动汽车及新能源领域的电动汽车的期望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众所周知我们在2009年1月份公布了汽车产业的振兴与调整规划 在这个规划当中很大的篇幅是在鼓励汽车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 实际上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重要领域 产业政策当中明确指出了到2012年我们希望有一个市场5%的份额 换句话说就是50万辆左右的新能源汽车流入到市场 那么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的政策已经把纯电动汽车作为未来长远发展的目标 我们在近十年当中中期目标可能会将混合动力的电动汽车作为我们的重点发展方向 因此中央政府包括我们汽车展间已经行动起来 准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做一个更大的尝试 更大的投入更多的努力